你瞧这个小老头想要对敖拜动手 可势单力薄的他准备找个盟友 然而他好像找错了对象 老班啊 你要知道我这边一旦动手 那敖拜肯定得下台 所以说呀 现阶段站位很重要 你要考虑清楚啊 我们最好一起 效忠皇上 老班听得一脸懵逼 心想你苏克萨哈是不是吃错药了 不知道俺是敖拜心腹吗 然而苏克萨哈却以为 老班被自己说动了 于是联盟加大力度 表示敖拜的种种结党乱政 圈地贪钱的证据 自己已经了如指掌 如果这次还不能将他拿下 老班你看哪 你本身乃皇上叔叔 咱也是辅政大臣 我们强强联手 还有做不成的事情吗 见对方依然不为所动 苏克萨哈急忙将大饼奉上 最终在自己的利诱之下 班布尔善也总算是说了点真话出来 表示这敖拜不但将他家的良田霸占了 就连八大黄庄的土地 他也圈占了不少 老苏健壮觉得有戏 于是立马开出条件 表示只要你班布尔善 跟着自己一起弹劾敖拜 事成之后 他保证你被霸占的田产如数归还不说 自己还会大力推荐你没内阁中堂 老班见对方已经彻底相信自己 便顺着苏克萨哈的话茬商谈着 并决定在下月初十的阅读大会上 邀请苏克萨哈两人 一起揭发敖拜的种种恶行 并扳倒敖拜 话已至此 两人也算是达成初步合作 就当他们准备举杯庆祝马到成功时 旁边一阵叫好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只见一位红光满面的精神小伙 正在高谈阔论地痛骂敖拜 苏克萨哈一听 连忙放下酒杯 心想这小伙子有脾气 清光白日之下 居然敢如此大胆地痛斥敖拜 看来自己又有事情可做了 精神小伙见有人认同自己 正准备上前交流时 红衣小伙连忙阻止了他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纳兰明珠 苏克萨哈现在肯定不能暴露身份 他只需要让对方知道 他们是一条线上的人就行 并告诉他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敢说实话的读书人罢了 对于你们不畏强权 敢于批判当下的局势和贪官 老夫很是欣慰 所以小伙子们不要怕 有什么不满 你们可以大胆地说出来 站出来批评那些贪官污吏 说完还不忘暗示一番 到了考场 更要大胆地说出来 非常好 你这个小伙子说话 老夫怎么那么爱听呢 苏克萨哈边说 还不忘为他鼓起掌来 并表示如此有魄力跟决心的人 那么接下来的考试 必然金榜提名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袭 再看索尼老头 在线教你如何标系 自己本在家好好的养病呢 由于敖拜极力反对苏克萨哈 担任本次科考主考官 于是他就拉着几位俯臣 以探病为由 来到索尼府中看望他 试图将他拉下水 然而索尼早就打好了 坐山观虎斗的算盘 又怎么能轻易地 让自己陷入其中呢 敖拜哪里能让你这个老家伙如意 于是直接摊牌表明来意 我说索尼啊 你是不知道他苏克萨哈 有多可恶 他作为本次科考的主考官 不好好的安排 接下来的一些事宜 居然还闲得蛋疼 查我圈地谋私 这不摆明了和我过不去吗 因此本官提议 既然他一心查案 那他的主考官的位子 是不是该换了呢 索尼听后 原来你们是想找自己换人来了 本大人怎会参与 你们之间的那些破事 于是联盟开始打马虎眼 苏克萨哈听后立马不干了 你敖拜又凭什么呢 我们四人都乃辅证大臣 怎么个事 你敖拜要大个一点是吗 再说了 我这个主考官又不是你敖拜封的 更不是你索尼封的 你们凭什么一句话 就要将我换掉 怎料话还没说完呢 好似想到了什么 联盟端起茶杯 喝上一口压压惊 随即便改了口 我说敖拜兄啊 你也不必慌张 你谋私圈地这个案子呢 现如今还没有定论呢 你又为何如此急躁 搁这儿喊冤呢 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呢 你怕不是做贼心虚吧 索尼听后直接摇头晃脑 而一旁的恶比龙 看热闹不嫌事大 联盟出来充当搅屎棍 然而敖拜才没那个闲心 跟你们搁这玩泥吧 反正苏克萨哈这个主考官 今天是换也得换 不换也得换 面对如此强势的敖拜 苏克萨哈自然也不可能认怂 两人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着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墙头草恶总监见状 急忙蹦出来站位 然而表演家索尼 为了两边都不得罪 立马将太皇太后孝庄搬了出来 敖拜一听 还要将孝庄这个老太婆牵扯进来 也不敢再像先前那般强势了 因为他也知道 孝庄可不是好惹的 别等到时候圈地谋私 这档子事也说不清楚 那可就麻烦大了 于是连忙转移话题 继续聊着科考之事 为什么敖拜要坚持换考题呢 因为这两个考题 其一为先王之法 这个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坏就坏在这第二道考题 食症之药 这个话题就比较敏感了 搞不好要将自己 谋私圈地的事给引出来 对敖拜那是非常不利的 索尼还是一副霍西尼的模样 老表演家索尼 见脚屎棍厄比龙步步紧逼 心想你们这帮老家伙差不多得了 老头自我心脏可不怎么好 我说索尼啊 你这个模样 怕不是奔着奥斯卡影帝去的吧 也太会演了吧 就这样 大头儿子索额图转身进屋了 留下几人面面相去 错愕不已 待敖拜几人走后 索额图看着父亲 不由地露出一脸佩服之色 老爸您不愧是索尼集团 董事会主席呀 您这一招溜之大吉 用得太妙了 然而躺着的索尼却不以为然 人生如戏那是全靠演技呀 你小子学着点 随后起身吩咐索额图 告诉他 咱们做戏就要做全套 你马上去将大门关上 闭门谢客 今天不再见任何人 再将避邪草药挂在大门上 见父亲如此安排 索额图就问他 那明天太皇太后出宫祭拜先祖 您老人家要不要去送行啊 索尼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索额图稍作思索后便开始分析 索尼听后摇了摇头 表示都不对 果然一切都如索尼所想一样 就在校庄带着康熙离经祭祖之际 敖拜就迫不及待地 召集他那些党羽们 一起来了个商讨大会 敖拜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让他的小弟们 这段时间都安分点 上面已经开始调查圈地仪式 你们有些人不要被眼前的利益 蒙蔽了双眼 有的弟该退还回去的 趁早还回去 以免到时候想退也退不了 然而你敖拜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的小弟都是一些见钱眼开的人 这吃进嘴里的东西 要他们吐出来 可谁也不乐意啊 就在这时 班布尔善挑出来 给大家伙捞钱的行为找了个借口 好家伙 这番话可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 一时间群臣激昂 个个表示赞同 随即就跟老大敖拜表明决心 共同患难 俘获相依 就在己方势力蠢蠢欲动之时 科考的日子到了 康熙化名龙耳 偷偷参加了这一次科举考试 好了 今儿个的视频就到这里 精彩的下集我们将继续 喜欢太史的友优们 记得多多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先行拜谢了